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Intel的钟路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topic是在service mesh场景中 如何使用EBPF去bypass TCPIP协议站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组织今天的内容 首先在service mesh场景中 每一个pod里注入了一个sidecar 两个pod之间的数据通信 每一次其实建立了三个TCP connection 所有的数据包进出TCP协议站三次 我们将它分为inbound,outbound和invoi to invoice 那有了EBPF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连通一对socket 从而避免了数据包在TCPIP协议站当中的传输 而EBPF本身是一种in kernel的virtual machine 用户可以使用kernel提供的system call 将EBPF的bytecode load到kernel当中 而在load的过程中 它会经过wirefire做安全性检查 然后经过jitcompiler将batchcode编译成nativecode 最后attach到kernel对应的hookpoint上 EBPF提供了map做共享存储 userspace的进程 以及kernelspace的eBPFprogram都可以访问这个map 而map本身分为多个不同的类型 比如sockhash可以存储socket对象 而eBPF的program也分为不同的类型 比如sockops可以让用户在自定义TCP状态发生改变时候的callback 以及skmessage 它可以与一个sockhashmap相关联 本质上是与其中的socket相关联 当socket包送数据包的时候 skmessage的program将会被触发 它提供了一个特殊的help function 允许我们直接将数据包重定向到另外一个指定的socket上 有了这些eBPF的map以及program 我们在使用eBPF实现加速的时候 可以将workflow简单的化飞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使用sockops 在TCP建立连接的过程中 记录一些有效的信息 填充到map表里 在socket的发生数据传送的时候 skmessage负责从map中获取对端的socket 并将packet直接重定向对端的socket上 具体的TCPIP bypass是由三个部分的实现组成的 分为Inbound, Outbound和Invoi to Invoi 那对于Inbound来说 是Invoi主动向Server Application发起的连接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IP Table入偶生效 没有任何地址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记录下Socket的四源组信息 以及其对应的Socket 这样在Socket发送数据的时候 基于这些信息 我们就足以找到它对端的Socket 并将数据报重定向过去 而对于Album来说 它的不同之处是在于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IP Table入偶生效 导致了原始的目的地址发生了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录修改前后的目的地址信息 并建立起一种Mapping关系 使得Socket在发送数据的时候 能够基于这些信息找到正确的对端的Socket 并做Redirection 那对于Invoi的Invoi来说 本质上它和Outbound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它从Socket的层面来看 它都是经过了IP Table rule 修改了它的目的地址 所以它的解决思路也是和Album一样 我们将整个Solution打包成一个DockerImage Image当中包含了我们的EBPF的ByteCode以及LodeFunction 同时我们准备了一个YAML file 用户想要enable这个feature的时候 只需要applym的YAML file Cordinates将会根据YAML file的定义 在每一个Node上去启动一个DemonSet的Pod 在Pod启动的过程中 就会往host kernel中loadEBPF的ByteCode 在load完成之后 TCPIPBypass的功能就被启用了 如果用户不再需要这个功能 只需要简单的将这个Pod删除 那在PodDestroy的过程中 EBPF的Program将会从kernel kernel中unload 关于这个Solution 我们也做了很多Performance的测试 首先我们用Nighthawk做了Pod到Pod之间的测试 将它应用于没有sidecar inject场景 以及有sidecar inject场景 都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性能提升 同时为了模拟真实场景 我们也选取了两种不同的workload 第一种是DSPhotel 我们将其应用于没有sidecar inject的场景 从结果来看 带来一个不错的效益 那还有一个workload是GMS 我们将其应用于有sidecar inject的场景 也能带来一些性能数据的收益 从这几个不同的benchmark工具和workload来看 不同的工具得出来的提升效果它是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不同的workload它的bottle neck以及TCPIP处理时间 在他们的整个的处理过程当中的占比也是不许相同的 目前我们的docker image和我们sauce code都已经public出来了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适用 或者参与到我们的项目当中来给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 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跃作也好 感谢大家观看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